哇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這一首歌 這當年我們自己在學吉他彈唱的時候 這大概也都是必唱的歌曲 是 而且其實這首歌的故事 就像我剛剛講就是說 它其實還蠻有趣的 其實這首歌原本就是要留給自己唱 因為以前的空白卡帶你知道嗎 就是錄demo帶錄錄 比如說你這一面已經可以洗掉了有沒有 他們就會再把它洗掉再重錄 錄新的嘛 對 因為你不可能一直買卡帶 買空買卡帶 他就是忘記把它洗掉 或者是說忘記把它拿掉 結果他其實可能也沒想到說 我A面一二三首歌或四首歌 是要讓劉文正老師去選 你喜歡哪些歌 他不知道說劉文正老師 從頭聽到完以後 又把它翻過來聽一面 人家老師哲學說 這次這個送來demo也太精采了吧 一次送了好幾首來這樣 對 灌滿了兩面 對 所以他才發現 其實V面這首旋律很好 很不錯 那他決定要了 所以他就挑了這首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給邱海鎮去唱 對 邱海鎮唱 當然這首歌在後面 邱海鎮老師他唱的味道 有他的味道 後來就是隔年 這個童安格老師又把這首歌 就是再把它拿回來 再來重新的詮釋 再來演唱 那其實要唱出跟 邱海鎮不一樣的那種風圍 那種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不可能都一樣 你一樣的話可能就是 就變成說好像沒有加分的感覺 其實是這樣子啦 因為有些歌曲在創作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必須要考量到 每一個歌手演唱者的特性 所以如果說不是為了一個歌手 去量身訂做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說 那這首歌在詮釋上 可能他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 或許是沒有那麼到位 或許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就代表讓這首歌沒有辦法 發光發亮 是 而且聽說 他在錄製這張專輯的時候 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他為了要有那種feel有沒有 他還喝了一些酒 對 就是為了想要有那種feel 對 當然這個喝一點酒 可以刺激自己在創作方面的靈感 對 但是對我們這種優質電台來講 我們還是要呼籲一下 就是飲酒要適量這樣子 當然 那如果沒說我待會又要被K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同安格老師 他其實有很多的一些創作 或者是說 他其實參與了很多音樂你知道嗎 像我們在講的這個李宗盛老師的 這個生命生活心靈 他其實也在裡面有和聲 真的假的 對 所以 我萬一回去翻出來聽聽看 看能不能聽得出來 對 那也因為這首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有沒有 整個讓他就是被定位 那也因為這首歌爆紅 在當初是 這個情歌 這個大概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如果我要去追女生 應該都要拿出來唱一下 而且這張專輯是我認為 誠意滿滿 裡面每一首歌基本上都可以當主打歌的 真的嗎 真的 我講了很多歌 大家一聽就 哇 馬上都會點頭如搗蒜 說兩條 大家可以噴一噴 讓生命等候也是 還有像別離歌也是 哇 那像忘不了 忘不了你的夢 這個也是非常經典的 永遠不要說放棄 讓愛讓世界更美 這一首歌還是當時候的 這個亞伊小姐選美的主題曲 所以這張專輯 感覺是收錄的 天啊 每一首歌都是經典 我最愛的那一首 忘不了 竟然也是在這張專輯裡面 當然 可惜我的生意還沒起床 所以今天沒有帶過來 對 所以我覺得他在當時候 在這個89年出了這張專輯以後 那其實在同一年89年的6月 也發生了這個六四 對 他為了 他為了要調戀六四事件的遇難者 他還發布 他還在那一天發布了這個 我還活著的歌曲 那同時也發布了 歷史的傷口 對 那你就知道說其實 他對於這種社會事件或是什麼 他們其實都運用了他們的音樂 他們想要為民運 或是一些事件來發生 對不對 那他在90年的時候 還幫張學有創作這個 《夕陽醉》的歌曲 《世音醉流》 《路下醉流》 我記得會唱 對 而且他還獲得 《第十三屆的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作曲獎》 那你就知道 他這個創作的能力 其實能量非同小可 原來這首歌的作曲者 竟然是同安格老師 那他在91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中國辦了十場的 個人的巡迴演唱會 92年他也發行了個人的音樂專輯 《愛與哀愁》 對 《玫瑰的謊言》 這些歌其實都非常的經典 而且像夢開始的地方也是 他慢慢的在 從台灣開始走向所有華人界 那其中有一首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經典 就是《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》 天啊 這個很經典的歌曲 這個金 午夜低手映迹 輕輕傳來一首歌 對吧 是 這張專輯也是 這首歌 我覺得也是經典到一個不行 那有時候他說 他把很多歌有沒有 交給唱片公司的時候 他其實也不知道 唱片公司要給哪一位歌手來唱 對不對 那就像剛剛那一首 《其實你不懂我的心》一樣對不對 是 大家聽了聽了 不知道選了誰 誰選了誰都不曉得 對 可是有時候 然後有一些歌交給唱片公司就會 以讀不悔那種概念有沒有 半年後還沒有消息啊什麼的 所以他就想說要不然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趕快這首歌還沒有交給別人 不然我自己來唱 天啊 那我們迫不及到我們先來聽一下 剛剛聽了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來聽了 是不是就是這一首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聽聽看這兩首 當年要跟女孩子表白的時候 大概是經典不敗的好情歌 我先來聽聽看這首歌 我先來聽聽看這首歌 在你遗忘的时候 我依然还记得 明天你是否一人爱我 我早已经了解 追逐爱情的规则 虽然不能爱你 却又不知该如何 相信总会有一天 你一定会离去 但明天你是否一人爱我 所有的故事 只能用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后一选择 所有的爱情 只能有一个结果 我深深知道 那绝对不是我 既然曾经爱过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即使离别 也不会有太多难过 我会离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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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离开 我会离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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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你曾经爱过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即使你 即使离开 也不会有太多难过 我会离开 屋檐里的旋律 是最恐怖在那首歌 我会离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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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terday performance 前续 esc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